10月5日 北京市大兴区医院发布通知 称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发热门诊自即日起停诊 恢复开诊时间另行通知 官方声称这是因为当地4日新增了两名确诊病例 4号位于海淀区的中共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原名中共空军总医院也一度通告 称上级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 为就医安全医院5号全天暂停门诊 急诊和发热门诊 另外10月1日 丰台区的新发地市场永辉果书货场 精品医区哈密瓜西瓜交易区被列为高风险区 区域内的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 连续被封控7天 9月29日 通州区黎元镇高楼金地小区和便民生鲜超市 也升级为高风险区 要求居民足不出户 区域内的 Salew 走 回路